三位社长同胎,经典的副辞职校在线,假面骑士Game外传 故事开头,画面不断有红色的能量在聚集 拉近一看,原来是雅克的恶意能量 恶意能量聚集后变成一个人 而这个人正是,谭利斗,Dankuroto 假面骑士Game,我们伟大的社长回来了 画面来到老千新的办公室 他唤醒了新的人工智能秘书,因为他取名为林 老千和林交谈,表示在亚企业已经倒闭 现在正重新打造新的IT公司,所以需要一个秘书 这时,老千身体突然感觉不适 表示自从决定用这里做办公室,便感觉有点不舒服 而他说的这里,正是当初灭亡迅雷的基地 老千突然感觉剧烈头痛,倒在了地上 突然一个身影从他身上出现,正是Kuroto 他再一次以Bugstar病毒的方式出现 这次他感染在老千身上 他表示是雅克唤醒了自己 他走到雅克制作道具的房间 里头正有Kuroto的腰带,所以这一切都是雅克搞的鬼 他利用病毒让林失去意识,把他带走了 老千想要追上去 如果这是病毒感染,那只要打败他便可以得救的 但是虚弱的他再次倒下 在他身上又出现了另一个身影 画面来到一处河边 Kuroto把林的意识恢复原状 说世界已经有了人工智能 表示这时代终于跟上了自己的脚步 这时老千终于赶了过来 想要Kuroto把林还给自己,变成成假面骑士 身上的颜色变成黑色 他还问为什么会这样 而Kuroto则说,是因为感染了自己的原因 而黑色正是代表了Kuroto 放心,我不会告诉你,这是另一个外装的皮套 Kuroto给了老千一个飞踢,逃出腰带变身 双方开始战斗 Gamu果然帅气啊 感染了病毒的老千不敌Gamu 被Gamu的必杀打倒了 就在Gamu给老千致命一击时 时间暂停了 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这是Kuroto的父亲 谭正宗 Dan Masamune 他也感染在老千身上 变成成假面骑士Kronos 让时间恢复 现在是副辞指效时间 双方打得你来我往 跟一边争执 Masamune表示这时代已经不需要他 为什么还要复活 而Kuroto则表示 自己要让公司复活 继续当社长 两人变真知互相比较 自己对公司的爱 这时老千突然感到不适 林表示 老千现在感染了两种病毒 两种病毒会互相攻击 只要这样下去 他们就会自灭 而这时的老千意识到 自己会感染他们的病毒 正是因为自己对社长一直感到迷茫 对社长一直不够爱 他会感染了眼前这两个社长的病毒 这是Gamu和Kronos 互相使出歧视梯 都击倒了对方 解除了变身 这时老千走了出来和他们说 为什么要互相伤害 大家都是爱着社长一直 没有必要互相比较 这时他们身上的病毒力量在减弱 表示老千已经克服了压力 今后会用1000%的爱 在事业 在公司 在社长一直上 这番话也让Masamune 意识到 自己所做的这一切 其实也是对Kuroto的爱 他抱住Kuroto 父子和好如初 相伤在了空中 故事结尾 老千和林回到办公室消毒 表示保持办公室健康也是爱的一种 突然 爱字化成黑红色 Kuroto再次进入眼帘 被亚克的恶意包围 表示下次 会由自己来改变自己的结局 故事到此结束 当然我现在才做这一部 是因为之前还没开始做影片 因为之后的Outside系列 会陆续出现 所以把该做的先做 说真 当初这一部面试时 真的很惊喜 假面骑士Gamer 可以说是姓平成 最人气的角色也不为过 我自己也是很喜欢Kuroto的人设 当初TV一阵一血 真的很好看 虽然现在是彻底的反派 不过应该不会有人讨厌他吧 我是童木 做特色相关影片 我和也会做些私信推荐 我们下个影片见